要不要修短一點 好 這個不要管他 大家好 我是Naye 但以今天可能要來講那個 好 我現在來示範那個 一般的口罩 車縫篇 然後呢 等一下我先把我的版型拿出來 等一下我的口罩呢 就是會先從這裡開始車 然後大概我會再 在這個地方留一個反口 然後今天呢 我這裡中間的地方 會再車一個 摸字形的壓線 在中間的地方車一個 摸字形的壓線 因為這個 摸字形的壓線 就是我要來保住這條鐵絲的 對 好 那我現在呢 現在 今天就是 一塊錶布一塊禮布 那我現在就是從這邊開始車 車到那個反口這個地方 好 那起針跟倒針都一樣要 起針跟倒針都一樣要倒針 先把布正面對正面放 縫分大概車0.5公分 1公分 幟上 然後我們準備把布翻回正面 那如果你是用厚的布料的話 這個挑戰的地方我會建議你把它修掉 可是我今天是用薄的布料 我就不去修我的縫份了 那如果你是用厚的布料的話 那如果你是用厚的布料的話 我現在準備把我的布翻過來 然後腳下的地方我都會把縫份折好 折出一個角度然後再把它翻回來 就捏著你的縫份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好,那因為我的洞流太小 所以沒有折出角度 沒關係,就拿著針 把你的布料挑出來 挑不出來我會像這樣子 搓它,然後它就自然會跑出來 好,挑好之後呢 好,口罩的正面呢,看你要不要壓線 如果你不壓線的話,那就不要壓了 那我現在要做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現在我的 正面要車一個框 但是我先車一個L型 然後等一下我會從反口這裡把鐵絲塞進去 然後最後再壓這一道線 好 那我先,先從 先抓,先抓出它中心的位置 好,做一個記號 然後呢,拿你的鐵絲出來比一下 好,大概在於 從這裡 好 既然你車的那個 壓線的那個寬度 最 盡量能夠把你的鐵絲剛好包住 所以我大概比一下 我現在大概測寬度是這樣子 可以把它綁住 剛好 這大概只有 應該只有0.5公分而已 大概要測到這裡 好,擦在這裡了 你看我把布拉開 然後我先把鐵絲塞進去 好,可以 好,之後呢 一樣從這裡 我們剛剛測過的車線 給它重複過去 你就不用倒震了 然後這裡 最後是往這裡 把它封住 車完之後你就把線頭剪掉 如果說你 欸,就是 不要用鐵絲的話 你就不用像我做剛剛那個動作 就是直接把這個封口 那個車 側壓線封起來就可以了 現在要測的動作是 把這個 這個 反口 側壓線 封起來 那為什麼我反口要開在反邊 側邊 側邊呢 不是反邊 側邊 等一下我那個要包鐵絲 往內折的時候 正面 正面就看不到我的壓線 唯一看到的壓線 就是我包那個鐵絲而已 對 好,那我現在準備 可以 兩側 側一些進來 然後呢 看你要穿 如果你要穿繩子 看 穿繩子的話 那個折進來的縫分 可以不用車太多 可是我今天要車鬆緊 大概這樣就好 也是差不多一公分這樣 起身跟倒身都一樣 欸,我剛剛說 起身跟倒身都一樣 要倒身 好 那這個 我們的口袋 他就完成了 然後 再來就是 把你要的鬆緊帶 從這邊穿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裡呢 這個我 欸 然後這裡呢 這 呃 這邊呢 就是我在那個上面的地方 有車的一條 那個 一條鐵絲 然後 所以我在帶的時候 他就是 我會按照我的那個 就是按照我鼻子 然後去捏他的弧度出來這樣 這樣你口罩戴的時候 他會比較貼合你的皮膚這樣子 對 好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就是 欸 對 就是口罩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還滿簡單 一般的口罩還滿簡單的 對